如果你是真心想要 跟吳輝貝試一試的話 那你就要做到 不再嗆她 不嗆她 那我們要怎麼對話 你真的是嗆她嗆習慣 你可以讚美她 讚美她 其實輝輝她有很多很多優點 你就要去發掘她的優點 然後不吝嗇的讚美她 這樣子她才會覺得 自己被尊重 沒有被看扁 才會覺得開心 妳才有機會跟她交往 我會壓抑自己 努力掌握她的優點 你總是這樣說話很獨不留情面 就是要看我血流 承惡妳才滿意 要不是我脾氣好 早就一腳把妳踹肥了 而且還好我心地善良 心胸寬大 不然我根本不可能 繼續跟你當朋友 你幹嘛不說話 幹嘛一直這樣看著我 你這樣子怪裡怪氣的 很奇怪 我覺得妳說得對 妳善良 寬容 有正義感 對 我覺得可以跟妳當朋友 我好幸福 黎玉軒 你真的是本人嗎 我是 你是不是發燒 講話 講話怎麼這樣胡言亂語 我沒有胡言亂語 吳伯伯 從現在開始 我要發掘妳的優點 我要一點一點的理解妳 找到妳的優點 然後真心誠意的 感受妳的美好 說一堆奇怪的話 莫名其妙 不要再靠近我了 連緊張害羞 都這麼有個性活力 緊張害羞 我是被妳嚇到了 那妳的隨機應變反應 真的很明明 妳的稱讚真的很不誠懇 請問妳到底有什麼目的 我的語氣已經很誠懇了 再誠懇 也是黃鼠狼給擊敗妳 絕對有問題 我已經說我要發掘妳的優點 妳還不甘心 少來 不認識妳這麼久 只聽過妳批評我 有勇無謀 單細胞生物 做事不經大腦 沒腦袋又愛闖禍 呆懵 呆懵才不是我講的 隨便 反正 這根本不符合妳的認識 也不是我認識的李宇軒 妳 有什麼目的 就直接了當的說吧 談戀愛 不就是要兩情相悅嗎 所以妳的意思是 她也有可能不願意 依照以往年的消除模式來看 這機會是一半一半 所以就算我真的覺得妳好 妳也覺得我不是真心 妳要我老實說嗎 雖然我沒有妳聰明 但是我是有感受力的 妳常常對我的真心 都是嘲諷 打擊 數落